《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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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你去做生你就很恐惧 你怎么 连自己都带不起 你该带别人的路行吗 第一是你要有很多技能 要有很多才能 才能有能力 第二个呢 后德再有有德 就是德行啊 这个德真的是慢慢培养的 就是有时候我 比如说 比如说我发现 就是我去看 我经常看大家 为啥定不住啊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功德不够 就是你会发现 他的气是很薄的 就好像那种薄薄的气 很快就改过了 很快就改过了 就好像那个能量啊 那种感觉啊 就是生气那个能量 很快就改了 就是那就是功德不够嘛 德在修行里面 你德是属于功德嘛 那那我也不能说 但又想想你 你去说 那你修布施 修持戒 修任务 修什么能够功德 性快的增长呢 但是我又觉得 你修一戒 两戒又不可能 尽快的就把你的能量 就厚得 就变得厚了 是不是 不可能 其实因为这个是慢慢的 从小到大的 可能你从小在家庭里面 父母就培养你那种 父母就是那样的人 就是一个 为心怀天下的人 就是真的是 就是心怀天下众生的 父母就是那样 然后一代一代众生的 可能真的是有时候 天生这个孩子就是 就是被天扭人的这种 就这种人就很容易 他的发心很高大 你知道吗 而且发心高大 也许他不代表他能做到 也许他不是说 生存多少念头 但是他做事的时候 他一定会照顾到 每一个人的角色 他不会只想自己的角色 就是贴 这种是有时候贴身的 另外呢 有的人就是说 从小家庭教育 或者父母 他就是很自私的 很自我的 就是自己吃饱 把门关上 别让他们进来 就是那种 从来就是很自私的这种 这一类人呢 孩子慢慢学会了 就是长大 他那种思维角度 他就他就会觉得 我凭什么 凭什么 就是你 我这两个发生 你拿我一颗 凭什么 总得有个原因 我不是舍不得 真不是舍不得 是有理由 你是我兄弟子妹 还是你是我妈我爸 他就不会说是跟 他不是站在一个地球的角度 去跟众生分享 有的人是站在了 就是我们都是同利的角度 有的人甚至把同利的角度 就分享 扩展到了动物 六道众生 不是扩展到了六道众生 那我们可能同利 同利我就是 我的存在是造不缺人力的 有的人真的会这样想 我的存在 是让身边的快乐的 我的存在 是我爱的人 所爱的人快乐的 我的存在 利益到身边 每一个靠近我的人 我的存在 利益到整个人力 我的存在 利益到六道众生 那个心是不一样 那个心有多大 知道吗 他的能量就有多大 心的能量是 这不是靠一点点 所不思 或者做什么 你的得就能 赔功德就那么大 但是这个心 怎么能发出来呢 每个人在发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修行 比如说我要利益 三界六道众生 因为可能他们生生世世世 我们还要加个条件 因为可能他们生生世世 是你的父母 兄弟姊妹 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会把他们 感觉他们跟我们 有点联系啊 其实同为人力 同是地球上的 我们从地球上而生 生在地球上 资源是更小的 大家是 那是充分的那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人力 就这么拔刀 或者是 从每个角度来看 我们都是很自私的东西 然后现在你知道吗 大道啊 你道天地的能量啊 你的厚德是充满了 宇宙的一切能量 天地生万物啊 不是只生你啊 每个草都是天地的孩子啊 你竟然把天地的能量 想道到你的身体里边 你想想你的得有多大 你最起码把天地 抓在你心里 把天地之间的万物 抓在你心里 你才能具备天地的厚德在我 你才能有那样大的 你的厚德 如果我们的心 只是看着自己 我们也有这样的发心 但每做一点点 很小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开始自我的角色就出来了 我的委屈 我的面子 我的忠言 我我我我我我 全是我 但是发心的时候 都发得很大 但是做的时候 有的人是 他可能还没做 啥也没做 但他心就那么大 告诉你 坐在那是真的不一样的 他心就是 你一往那坐 他的那个心量很大 你不会天意得罪这种人的 这种人他的心量 他因为他想天下众生的时候 你只是众生里边的一分子 你不会得罪他的 因为众生太多了 知道吗 如果他心里只有你 那话可能你就得罪他了 你怎么能 你这些事情圆满 我不是说这个人 说只许爱一个人是错的 不是的 是有时候那种厚德 那种天地 你装着天地的时候 你也可以很爱一个人 不是说你 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只是说 当我们只爱这个世界 一个人 其实是只爱自己 就要这种能量 这种厚德 这种德才能担当 厚德才能 你得不厚 你肯定不担当 你肯定是自私的 你肯定是耍滑头的 你肯定逃避责任 别说是 担当别人的错 你自己错了 你都找借口 我告诉你 你会找种种借口 给自己洗刷 洗刷 觉得自己是有原因的 我错了 我是有原因的 我为什么错了 很多原因 找来者 从来不说我错 别说是他错了 你帮他担着 这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看那个 微信里边说 那个出家人 那个女孩子 是生了孩子 说是他生了 他就抱着去 去化缘 给喂那个孩子 当然这是个很极端的爱丽 但是那也叫担当 真的是 就是说 你知道他的难 你知道吧 你知道这个人的难 你知道 如果你把那孩子 推出去 这个女孩子可能走投无路 会抱着孩子 轻声咳咳 救人一命 甚至七几幅度 他是本着这个角度去救 但是不管他从哪个角度出发 都叫担当 他担起了那个被诽谤 被侮辱的那个 那一刻 那就要担当 我们连自己的错都担不了 你知道 什么时候你犯了错 不找借口 那你就差不多了 你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 老师我那样子是有原因吧 你有啥原因 是吧 佛学里面没有绝对的对错 但是你那样做 你做了事 说了那些话 做了那些事 不管你 有的人说 老师我是 哎呀 心软 叫什么 豆腐心 刀子嘴 刀子嘴 那这不叫结果 化三思 你那个刀子嘴出来 就伤了别人 是吧 然后去察觉自己内心 是什么引起的 为什么那么暴怒 那么生气 我的自我的觉受 为自我的东西 是不是在那儿 察觉到这一点 马上去改这道 这就是修整 然后你就厚得在我了 你就厚了 他真还不是说 佛让我们去修布施啊 修忍辱啊 修这些 是我们发不起那种大心 所以老师 你装不了那么多 你装的头脑就是两个字 你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是小孩子嘛 小孩子 他就是 今天发了愿 后天就忘了的那种 三个小时以后 玩的我没有吧 他就忘了 他不是说故意的 他真忘了 他散嘛 散乱嘛 我就教你 从这些里边 去通过舍 来换得里边 就打开自己 因为自我是很难察觉的 那种我疾啊 你很难察觉的 察觉这些东西 一直一直一直 修到最后 你都发现你在 你在舍 你在舍 舍得只是不一样 你从你有行的到最后 舍到无行的 到这个世界 你的每一点角色 都要舍弃的 每一件事 不管你再有道理 真的是再有道理 觉得 就全天下人 你说出来也认为 你是在你的 你是有道理的 但那个人就是无力取闹 他就是在找你诚 然后 他还觉得委屈的时候 你怎么说 都是你有道理的时候好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你根根于坏 你觉得这件事根根于坏 伤到你至终了 伤到你灭子了 或者伤心了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最后修的那个 挖了左眼 这个老师说 为什么你给我左眼 不给我右眼 那跟全家人说 这个人是个 这个重视太过分了 都不会责怪观世音菩萨 是吧 那你挖了左眼 已经给他了 他说你挖错了 还要给右眼 还把那个眼神到地上 大家肯定都说 不要给他 菩萨 不要给他 他要啥 不要给他 把那个人皱死太过分了 就这种情况 菩萨还要舍弃自己那一丝 我的角色 有我 你知道 有我才有我的眼睛 怎么可能是舍呢 你把最后的一念我舍掉 舍到这种程度 那才干净 就是完全的所有的我知 全部舍掉 自我 连那个伤心都舍掉 你知道吗 你伤心 你不是众生 你觉得失望吗 你觉得伤心吗 这不是我知 是什么 众生这样一个行为 你就失望伤心 那谁在失望伤心 你没空 里边有失望伤心 没有真空 知道吧 你有绝望 有伤心 有失望 自我出现了 其他的神 那这一刻 你自我出现了 你肯定受报应 你发了悦了吗 你粉身碎骨 那因果呈现出来 如果他不伤心 他真空 安住在真空 笑嘻嘻的 他不伤心 他就解脱了 就那么简单 你知道那有多难吗 到最后那一年 自我破到那种崩溃的这边 要破到那个时候 真空才呈现出来 那是大菩萨的最后彻误啊 那才正正量 那才叫真空 那才能驱使 你才能心能转悟 你才能神空居住 你才能真正正果位 就破到你连伤心都不会 你怎么可能 人困 法困 我困 眼睛困 都能伤心呢 你那个觉受出哪来的 你怎么认了那个受呢 你认为自己伤心了吗 认为众生那个行为是有 但是在人道 这种事情是说不下去的 如果有人说 我说你这样教我们 还活不活生活了 那那个人邪恶成那样了 你还说 使了你的绝受拒絕了 这个 你真是太过分了 老师 这样我们没法活 但是我告诉你 那是成道啊 在修行啊 我不是让你在生活里面那样 你要想成活就是那样 就没有道理可教 我告诉你 你要最后想错误成就佛果 你要是自我 使得连意思都没有 你要死到那个程度 连那些东西 所以你死这些东西算了 那才死呢 那才真的死到那个程度 对任何人没有失望 会的 不管他做出任何事 怎么会伤心失望呢 连那个瘦动都不动 知道吧 真空里面没那些东西 那是成道 当然你生活你说 那你就坏的就是坏的 成二芽三百 该咋就咋 但是你想成佛果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修出来的 那这不是神话 没有人念我 因果就在那等着你 你罢了啥月 你受啥报 告诉你 你有我你就报 就是 真是神 所以佛学 他始终始终始终在考验你 一层一层破你的自我 破你的我之 破破破破破 一层一层破到一丝不挂 真的没有了 真的再也没有可舍的东西 OK 舍近了 心性上的东西 哪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 什么都得舍 就是那样 就是考验你的 就这些 这就是错误 这就是真佛果 你说偶然的在中间 三个小时的舍 你在坐地上 两三个小时 你突然忘我了 突然开启了一扇窗 看到了自信的一个闪光 那个开悟不算什么 你还没证得 这个叫开悟 这个叫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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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的把我都舍完了 就这样 果位上成就 反正修行就是这样的 你要想成佛 你还想要个自我 肯定不可能 是吧 这个道难做这点难 到最后连道理也不假了 你不能按谁道的东西来 就是 就是 你要去检查自己的里面 自我的每一丝影子 就是那些 你说真空吗 然后可以了 你当回到真空 好 你所有的就安住了 在真空 所有的东西你就安住 安住好 齐 那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 你可以杀人 可以割草 你可以按怎么做 你可以骂人 你可以我就是伤心了 你怎么着吧 我就不知道你今天咱俩打一架狮子 他就什么了 因为空气里都露出来 就是 那个时候 他的说吃喝拉架水 包括打你骂你所有的一切 全是假吃 你记住 全是假吃 那个力量非常强大 要打你一下 你也能 一下子就可恶了 就是他那种力量就非常大了 嗯 但是没正的果位 他始终 你始终在里边 你最后的一死我直在那里 你有自我 你的力量是没那么大 怎么可能 如果你一带正的果位 对方不会生气的 你知道 打他他都不会生气 因为你就是他 因为每个人的本来就是你嘛 等于他自己也打自己嘛 他怎么会生气 他不用 他觉得该瘦 是吧 他觉得是 他会认可那是加持 你自我还有一大堆 你自己还有自我 你还是要打人家 哼 我要认你 觉得你像个老师 像个师傅 我中敬你而已 我要不认你 你凭什么打我 是吧 他就吃麦一大堆 你打我干什么 是吧 他就 他就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打一下是为我 但是你带着他在吃麦 你打我 这个打法是不是太重了 是吧 还是有 还是会省起种种抱怨吗 有些事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